政府为了配合将来环岛铁路网完成以后 单轨而且标准效率都低的屏东线铁路 也必须配合扩建改善才能够提高整条路线的标准 因此在民国72年决定实施高屏铁路双轨计划 并且从民国73年开始编列预算 预计在民国79年6月完工 处长是不是请您说明一下 这项工程完成之后的效益 这个改善之后的 当然我们这个速度可以提高了 我们的这个导窗啊 一些的设备都好了 我们新车的也可以安穿 安穿率也提高了 那么在一个就是我们对经济的小异方面 在高屏铁路现在我们地区啊 翻弄得很快 我们因为屏东地的高雄很近啊 翻弄得很快 直接受到高雄的影响 那在这个转弯之下 这个干嚼道啊 在这个交通方面 很有改善的需要 这样的乱乐以后 可以吃到这个交通啊 可以得到一个输解 目前计划高雄到屏东间 20.9公里的路线 不管是新旧线 都按电气化标准扩建双轨 铺设50公斤的钢轨 以提高行车的速度 另外台南到屏东间67.6公里 新设双单线中央控制行车号制 使得能够与西部干线化一标准 连贯行车的调度作业 而新建1835公尺的高屏锡双线大桥 将采玉立混凝土形式 当然每个战场的战防 月台 电讯和照明等设备 都将予以扩建或是改善 这项总投资33亿6900万元的工程完成以后 除了沟通工期部客户运输之外 将更直接的繁荣高屏地区的精健发展